假設說我今天希望 像這個 是判斷是否為直數的時候那我希望說 我可不可以就是說寫一個 也是某個部分比如說我今天這一段上面這一段 我可以把它變成什麼?變成一個input 那我最後呢我只要return 就是給他一個什麼?給他一個 數字 我比如說給他一個數字這個字定函數是給他一個數字 他return給我一個結果是什麼?return true或false 到底我丟給你的這一個 數字他是不是一個直數 你只要return結果給我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可能程式要改寫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把這一段 也許你就先 這一段跟下面這一段 也許可能要把它分開吧 就是你可能要先 做什麼呢?先把 你的那個 主程式吧你要先知道主程式在哪裡 所以習慣上 第一個也許你就先在這邊先確定一下你主程式要怎麼跑 所以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 把那個 跑那個什麼呢 直數那個判斷的那個部分獨立出來 變成一個自定函數 那個自定函數就是我以後不管什麼反正我就丟 丟一個數字給他 他return一個結果告訴我 是true還是false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 用自定函數 來撰寫程式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假設自定函數跟主程式其實是可以兩個人 去撰寫 就是說一個 主程式這個人 他可以不需要去撰寫那個什麼 判斷直數這一段 判斷直數那一段是由另外一個人寫的 他只要什麼 告訴他說 你只要丟一個數字給我 我return給你 告訴你true or false 這種寫法其實 在很多那個就是 撰寫程式的分工上面 也會這樣做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這個 你可以在底下 那我特別注意就是 主程式的話一定要在下面 比如說我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把它加一個註解 然後呢 我這一段 就把 輸入端的部分 先把它 移到下面 上面是判斷 下面是輸出 那 假如說呢 我今天請他輸入一個給我 那我直接丟一個promise 讓他去判斷的話 那我可以在底下 先enter一下 這一行就是 我需要有一個 制定函數 那這個制定函數的名稱呢 也許叫什麼呢 我也許在這上面 在上面建一個 叫 DEF 把它define一個什麼呢 define一個 也許 這制定函數叫什麼 叫test好了 然後小瓜糊 他這個 那底下的部分 程式 我就把它按一個 TAB 讓他縮排 下一階 就把它分開來了 下面是主程式 上面是我 判斷是否為 直處的那個 制定函數 那我要怎麼呼叫呢 我怎麼傳怎麼呼叫呢 我可以在這邊 把 這個 test這個 制定函數 我先傳一個 這個 pron這個 這個 他輸入一個值嘛 是int 那我把這個值先丟給這個test 那test呢 丟過來的時候他要接 不過目前空的嘛 所以你這邊就是再把這個 丟給他這邊接的 名稱我講過了 你可以取不一樣的名稱 也可以取一樣的名稱 那習慣上 如果你懶得去再去想一個名稱的話 也許你就用一樣的名稱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一樣 底下就是讓他去跑 丟過來之後呢 他就去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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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他能夠return 給我結果的話 那乾脆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讓他跑完之後 再把一個 結果丟回來 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丟回來如果是 你可以說 乾脆把這個 這個函式 放在這裡就好了 放在這個位置 Return回來的結果 那如果說 Return回來的結果 他 怎麼樣return 特別說從這邊 Return的預設是false 當什麼結果 當Return 所以你最後把什麼 假設他已經整除了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Return回來 所以這邊加一個return 把這個Return Return哪一個呢 其實你也可以Return True 這個就不用了 或者你可以Return這個 這個Return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他被整除了 那就會丟回來是True 那他就不是一個 那個什麼 直數 那當然反之 如果他全部跑完了 跑完Fall 這個是Fall的回圈 Fall的回圈呢 如果全部跑完了 所以上一階 那當然 如果你最後呢 跑完發現都沒有整除的話 那你就什麼 Return什麼 也是一樣Return 這個Return 因為他預設是false 所以他Return回來就是False 那這邊的話Return回來就是True 那如果是True的話呢 那就是不是一個直數 反之就是一個直數 OK 所以這個當然 我是舉個例子啦 那這個就是把 就是剛剛的那個 有引述 也有回傳詞 用在 像那種直數的撰寫上面 這個好處就是說 上面那一段可以另外一個人寫 下面這一段我只要懂個呼叫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啊 那個另外一個人寫完說 你直接丟一個 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數字給我 那我就會什麼 告訴你說 這是否為直數 那通常喔 其實像外部的那個函式庫啦 其實都 寫成這樣子 反正你就丟一個值給他 他Return的結果給你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 早上講的這一個 呃 直數部分 稍微再 動動腦子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例子啦 很多例子 都可以改寫 成那個 所謂的制定函數 那當然等一下我會把這一段 這個放在那個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